医疗剧最好看的部分是医疗案例 刚播没多久的非凡医者里 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 17岁男孩子右下腹外伤 血压下降 怀疑肝破裂 值得一说的是 饰演男孩子母亲的女演员是爱丽亚 她今年出演了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 演技非常扎实 医生给这个17岁男孩子上了人工肝 最多可以维持30个小时 想要保命就必须坐肝移植 直系亲属 通常是肝移植对象 然后关于这个男孩子的更多信息展开了 他叫罗晨宇 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 他跟着妈妈王文娟长大 王文娟一直怨恨罗晨宇的生父罗海涛 这么多年一直不让孩子见父亲 但问题是 现在只有罗海涛的肝可以移植给罗晨宇 身为孩子父亲 罗海涛还是来了 饰演罗海涛的是熟脸王耀庆 不看也知道他在剧中饰演的角色 应该不差钱 果然 罗海涛看完孩子说 钱不是问题 这句话换个角度分析 那便是钱不是问题 但娟肝不可能 罗海涛扭头质问王文娟 咱们分开那么久 你都没让我看过孩子 你现在倒想起我来了 你是怎么带孩子的 这个质问很写实 他不会下意识想到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 世上没有哪个妈妈 愿意眼睁睁看着孩子遭罪 挤腰关头 他只会一再质问 你到底是怎么照顾孩子的 看过孩子之后 罗海涛和主刀医生谈了谈 罗海涛还是一样的态度 钱不是问题 肝是问题 他不愿意捐肝 称自己有脂肪肝 医学上 脂肪肝是不能捐献的 罗海涛这样说出口 其他人是没有办法的 据中这个案例在现实中 是可以找到参照的 2020年江苏苏迁 一个27岁男子患上尿毒症 男子的父亲不愿意捐肾 不管如何劝说 都不愿迈出这一步 最后是男子母亲做了配型 给了孩子一个肾 罗翔曾分析过这种现象 父母有没有义务 把自己的器官捐给孩子 罗翔是这样讲的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如果父母愿意 把器官捐给孩子 这是善举 如果不愿意 父母也不是犯罪 剧中罗海涛和王文娟离婚之后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在罗晨与受伤入院的同时间 两个人的女儿出生了 现任妻子是不同意 罗海涛去捐肝的 说法是你们离婚这么久 他都没让你见过儿子 当然这句话 还有剩下半句没有说 为什么你好不容易 见一次儿子 就是要捐肝 退一步讲 手心手背都是肉 儿子女儿都是亲生的 总不能为了救儿子 就丢下女儿吧 但当罗海涛眼睁睁看着儿子 躺在ICU病床上 脑子里满是前段时间 儿子打电话给他 约他一起踢球的场景 罗海涛决定救 决定捐 这个过程中 罗海涛的反应非常真实 他问了医生手术风险问题 医生回答他 因为孩子年纪小 恢复得快 五年存活率达到70% 这时罗海涛插了一句 我问的是我的手术风险 包括在术前知晓会议上 当罗海涛看到 手术可能会引发的风险 当罗海涛看到这些风险 极有可能引发人死亡 他的下意识 反应是质问医生 你为什么之前没有告诉我这些 以及焦虑的重复 这么大风险 这手术还怎么做 很多医疗聚会凸显人物的伟大 事实上 每个人都是最普通的肉身 当我们看到 一张纸上写满了 可能导致死亡的风险 只会下意识胆怯 后退 最最凸显人性的一点是 当罗海涛看到最后一页 需要在空白处签字时 他念叨着 我和孩子妈结婚后处的不好 离了 孩子没跟我相处多久 所以我跟他也不是太亲 说完这句话 罗海涛把笔扔在桌子上 如果不是此时 罗尘与病情急转直下 需要马上进行该移植手术 罗海涛大概率会选择退缩 罗海涛最终走上手术台 是因为孩子危在旦夕 没有更多时间留给他犹豫 而在去往手术室的路上 罗海涛并没有呈现太多身而为负的情绪 他更多的情绪是紧张 害怕 他担心孩子出现意外 但更担心自己手术出现问题 非法医者里面的这位父亲 你说他好 他给孩子捐肝却犹豫了 你说他不好 但他真的捐出了自己的肝 好像人就是这样 人性就是这样 你没办法用单纯的好 或者不好去评判 人和人性都是复杂的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较令人深刻的案例是 人间事里面的张立军 张立军在怀孕五个多月的时候 被查出患有一线癌 一线癌又被大家称为癌中之王 如果要通过外科途径治病 孩子是必须要引产的 但张立军不愿意 说如果要拿掉孩子 他就从楼上跳下去 医生只能一再跟张立军讲 这个病的严重性 但张立军只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他患病期间生下了孩子 孩子会不会也有这个病 他得到的回答是不会 张立军更加肯定要生下孩子 张立军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病情急转直下 医生决定提前对张立军进行剖腹产 然后对张立军进行精准的治疗 孩子是健康的 但张立军的病情却很是不乐观 医生说他见过两千多个案例 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家里人告诉了张立军事情 张立军接受了这个事实 然后回到家中给孩子录生日祝福 连续录了十八个 这样孩子长到十八岁 都可以收到妈妈的祝福 最终孩子慢慢长大 张立军离世 这件事的后续是 2021年四月份 有网友爆料张立军离世后 南方再娶 孩子过季给了亲戚 但很快 两人身边的知情人站出来 否认了这种说法 说南方再娶是真 但孩子没过季 一直留在家人身边养着 并且张立军患病期间 婆家是卖掉一套房子 为其治病的 很多人觉得 张立军生下这孩子不易 南方应该从此什么都不想 一心将孩子养大 怎么能再婚呢 但现实就是现实 每个人都有重新开始的权利 我们不是活在真空中的 我们的生活还要继续 不能因为南方再婚 就判定他是坏人 医疗剧和医疗纪录片的精彩 便是我们在医院里 能看到众生 看到他们柔情的一面 也能看到他们矛盾复杂的一面 我们在医院里面